台南有民众到火锅店用餐 花了3388元点两人套餐 其中一道选品 严肃野生卵丝 上菜之后呢 民众觉得比较像小卷 像店家反应 结果呢 从外厂到内厂的服务生 都说这是卵丝 不过您知道 卵丝跟小卷到底要怎么分吗 就是这盘杂物 满心期待想吃卵丝 但左看右看 觉得更像小卷 有在买海鲜 有九成的把握 那个不是卵丝 同一位服务生问了两次 他坚持是卵丝 外一位服务员问 那他也说 这个真的是卵丝 PO出用餐经验 其中两人套餐 要加3388元 选品中有道严肃野生卵丝 但上菜后 从体型到口感就觉得不是 有网友看了 点出卵丝 身体圆圆胖胖 那是中卷 我就说因为卵丝的体型 可能会比较大嘛 他就说你看这个圈圈 这个圈圈蛮大的 所以他是卵丝 他给我们的那一盘 他的图片就真的跟小卷一模一样 他的炸卵丝 他还会化倒 实际走一趟市场 询问海产业者 是小卷 这个是卵丝 这照片你判断是什么 中卷 椅子排开 右边小卷 中间中卷 最左边是卵丝 小卷中卷插在大小尾 也叫透抽 体型细长 卵丝相较比较椭圆 他比较Q铁 中卷他比较脆 市家小卷三尾250 卵丝一尾300 民众说其实餐厅有炸小卷跟炸卵丝 价格也一样 有没有上错品项或是物贵 只觉得收费不便宜 有点心寒失落 记者综合报道